他15岁就获得了新人王歌唱大赛年度总冠军 18岁更是拿下中广流行歌唱比赛亚军 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表现亮眼而被经纪人发掘 于2007年6月26日以梦时代同名专辑出道 并且成为高雄梦时代购物网场代言人 在第一届明星踢馆赛中亮眼的表现 让参赛者陈嘉维吓得不知所措 拥有超强实力的他 这次要用歌声来证明 他已经为演艺圈做足了卷备 希望大家听见他最完美的草音 我要吃下银杆 我最尽微分天的休息 我要吃下银杆 说要爱在我面前情和交集 我没有放弊 让他一起抹去我的身体 没有卡锋没有放弊 没有放弊 没有放弊 只是原来有动作不停 只能紧紧要证定 还是把自己的外星 你的心情也能回忆 到我们差跌的都无法遗憾 我的失望的悲气 在这桃车门还没过面的游戏 你也能忘掉了 我傻傻的 永远这样无印度期 这天 最近开始变不见 人家走着太阳 久无不见 人家走着月子 久无快出现 人家 最近开始变不见 人家走着快乐 久无不见 人家走着月子 久无不出现 人家走着月子 久无不见 而我总是太晚 发现 那个 请那个原作者来讲评一下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比较偏好清淡一点的东西 那这个歌我觉得转得太多 有一点了 但我觉得那是个人喜好 基本上我觉得你唱的毕竟还不错 就好 放出来一点 因为你唱得有点平素一些 对不对 你副歌既然有一些态度 你应该把他的态度再唱出来 在第一届踢管赛 表现让人惊艳的刘宏林 这次的演唱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 反倒被评审点出 歌唱技巧过多